中俄兩國與西方對視持續底下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參加北京東奧開幕式 並與習近平會晤 被指為是向世界展現友好關係 蘇漢文報導 路透社報導引述克里姆林宮 總統國際事務助理烏沙科夫自出 普京將會是星期四飛往北京 星期五中午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共進午餐 以及舉行疫情爆發以來 雙方首次面對面會晤 信息指出在新冠疫情持續 以及俄烏緊張關係的陰影籠罩下 普京出席北京東奧開幕式 務異具有多重意義 被普遍視為中俄加強合作的象徵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時欣宏表示 普京現在很忙 但他會來北京因為他必須來 普京很清楚俄羅斯離不開中國 中國也離不開俄羅斯 普京星期二再度指責 西方試圖引誘俄羅斯捲入一場戰爭 而隨著北京與莫斯科 與西方的關係日趨緊張化 中俄關係亦日趨緊密 據報導 普京和習近平將會見證 雙方簽署超過15項協議 涉及能源、太空、金融等領域合作 包括建造一條4,000公里的管道 從俄羅斯東部輸送天然氣到中國 等等 信